只要你要从事设计类工作的话 真的每个步骤都不能做错 而且要非常的细心 那为了避免做错 像我自己一般的习惯 就是说我会自己写一个 类似这种说明的流程文件 然后以后的话呢 我只要做对过一次之后的话 那我以后就就是发落这种 我之前做过对的方式 继续再做就OK 不然的话 如果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像这个啦 如果没有把那个图截图下来 或者是把那个步骤写下来 我下一次 可能我自己都忘记要怎么做了 如果自己要重新再想过一遍的话 其实很容易就是说 你忽略掉一两个细节 那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错误的 那你为了要做找到那个错误 有时候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还是建议 以后的话 还是如果你做出这个成果出来 也许或许你也可以自己把 那些步骤把它做出写一下 他会把它记录一下 否则的话 这个真的很容易做错 那再来的话 其他还有像上礼拜 还有做什么 除了四个 四个那个页面之外的话 那我们其实在 在那个首页的地方 可以增加一个所谓的Netbar 那这个Netbar的话 其实它结构就长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上方的这一块 当然我们是有把这个图 这个logo直接就放到这上面 所以你可以拖拉 那因为是一个GIF档 它背景是透明的 所以你背后如果是黑的话 那它基本上它也是黑的 那如果背后是别的颜色的话 那当然它有一根的是换别的颜色 那预设好像是黑的 OK 我上礼拜有讲过 其实这个背后的颜色 也可以变更 你只要把什么 In- 这个吧 把那个page的 那个什么 它的颜色 Sign名把它改一下 其实就可以改变它背后的颜色 那再来就是这个Netbar 在Netbar的话 基本上就长这样 反正呢 基本上它的架构一定是 我们会需要有超连结 所以一般是想 先把Netbar先做出来 那那个Netbar 一定是在一个DIV里面 OK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Netbar怎么做的 OK 第一个的话 我们第一步一定是先怎么 先放三个 这个项目名称 比如说我可能要三个按钮 然后把三个名称放上去 打上去 按Enter都可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下方 有没有 新增 这个项目符号 OK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其实 尤其像这种东西 记很慢 旺很快 其实可能很快就 那你会发现 基本上 它一定是 UL 有没有 UL就是这个项目清单的外面 然后呢 LI就是一个 一个的项目 然后做完之后 再插入超连结 插入超连结之后的话 在外面呢 再包一个DIV 那这个DIV的话呢 它Data Law 最后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NetBug OK 我上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你不如就自己把它打上去吧 OK 然后呢 再做超连结 最后的话呢 再设定什么 每一个的什么呢 每一个每一个 这边有个标签检视器 JQuery Mobile 里面的什么 Data Icon Icon部分的话呢 当然它有一堆啦 有这么多的图 有没有 其中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像刚刚看到的这个 就是上面这个图啊 这个就是Info 这个就 信号就是Start 那这个就是GREED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点下来 那目前这个版本 它就只有这些 好像十几个吧 十几个这个Icon 那如果说你要设计 除了这十几个之外的Icon的话 变成说你要用别的方法 可能要再重新设计一下 那像这个Icon 我印象中 好像我有把那个Icon 的那个截图 视于哪一个是哪一个 好像有把它截图放到 放到这里 有没有 所以哦 这上面有一个图示列表 那Info就长这样 Home 有没有 然后Search 等等的啦 每一个是什么 像箭头 向左 向右 向上向下 如果你需要 它这个图的话 只是最基本的 但如果你要更漂亮 我刚刚讲过 其实是办得到 但是步骤的话 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 OK 那有关那个Netbar的相关设计的话 这边也有在第三页的地方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加一个Netbar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地方 它一定是一个DIV 把它包在里面 然后呢 它的DataLaw是Netbar 那它外面的话项目符号 UL到UL 里面的话就LI到LI 这都固定的 那UL的话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项目符号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 我们的小图示 分别再把它摆上去 那再来就变那个颜色部分 颜色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目前这个是黄色 这个应该银色吧 这个是蓝色 那我们就可以再去设定什么 设定它的DataThink 有没有 所以这边还可以再加一个DataThink的一个属性 然后呢 它总共的话呢 会有五个颜色而已 然后目前的话 它这里面只有A到E 总共就黑蓝银灰黄 所以如果今天要黄色的话 那我就给E 所以最新消息就给E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就给什么 黑蓝银 银的话就C 黑蓝 这个 这个是给B 有没有 那就分别就把这个 Icon给做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 上个礼拜还提到 项目清单 List View List View 就下方这个 下方这个的话呢 当然有一个列表啦 那里面的话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它是UL到UL 它里面并没有DIV 所以你可以把 那个List View 跟那个NetBar比一下 NetBar的话呢 一定是DIV 然后呢 把DIV 后面加一个DataRaw 但是呢 List View 不一样喔 它是什么 它是在UL的后面 加一个DataRaw 等于List View 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样 所以其实喔 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 那个NetBar 复制过来改 但是改的时候 就不要DIV 把DataRaw 这个 把它放到UL后面 那DIV去掉 那把DataRaw 这个后面东西 改成List View 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它两者之间 是有部分程式 是一样的 然后 最后的话呢 我们是要讲到 回上页 回上页 基本上就设定什么 就是在 在页面上面选取 然后呢 找到它有一个功能 叫做DataAddBackBT BTN的话呢 就是Button Button就按钮 所以DataAdd Add就新增 Back 回去的按钮 要不要 要就True 然后你名称的话呢 甚至可以改 回上页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就点击它 它就回上页 另外按钮颜色 本来好像是黑的还是什么颜色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黄的 黄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在底下 本来我之前好像没找到 找到那个页面的颜色 结果现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改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以从上面再稍微做个修改 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这个地方的功能 我把这个及时关掉 它怎么选 特别说在这边 最新消息 选这个整页 特别说选整页是这样 点最新消息 这个要选整页 之后的话呢 再选标签检视窗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这边一个 这边两个 然后DataThink好像在 在那个 在这里 这个是颜色部分 它的按钮颜色要叫哪个颜色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也可以再把它改成 我看一下我现在的颜色 它现在这个颜色是会变成那个 这个这个黄的 好像是因为我是设定到什么 设定到 它这边的这个整个页面的 配取的颜色吧 配取颜色 所以我如果把它改回来 Enter掉 把它Delete掉 我看一下这边的话 它背后的颜色 就 这边还在 Delete掉 Enter 重整一下 重整一下 是不是我还设定到别的地方 OK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再把它改一下 按这个页面 True 配取 OK 好再看看好了 主要是这个地方 按钮颜色从这边 如果是要黄色的话 那就加个1就可以了 它就会变成 我们看到的那个回上一页的这个黄色的按钮 那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一下 另外的话呢 相关的那个录影 因为我担心同学有些细节不太熟悉的话 那有些步骤可能做不出来 所以我要把上个礼拜的影片 把它转档 把它录下来 然后呢 放在教材里面 因为最新消息 我有讲过 它连结好像会这个地方没办法贴了 所以我就贴在教材 上个礼拜的那个连结在这边 这教材里面 你就点什么连结 连结这里 会连到上个礼拜的那个上课录影 所以如果你细节 我刚刚讲的东西 你或多或少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了解的部分 那没关系 你可以点选那个连结部分 那把细节稍微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把102的APP稍微改动一下 改什么呢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做一个APP 比如说这个APP的话 可能 比较人文一点吧 比较文学 假设啦 我们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李白好了 OK 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文学家 比如说李白 OK 如果李白活在现代的话 可能会容易 被吊销驾照吧 因为他很喜欢喝酒 所以 现在酒驾抓得很凶 他可能如果刚好回家的时候 很容易就被抓了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李白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当然有相关的介绍 维基百科 那维基百科里面当然 假设了我们需要的 我希望把这个维基百科把它变成一个APP 其实当然他现在架构已经算清楚了 可是问题来了 他这个维基百科 適合在电脑上阅读 没错 但问题呢在手机上 阅读就有他不方便的点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呢我希望 把李白 当然第一个可以把这个图 也许可以把它抓到那个首页上 然后目录 这里面的话呢 包含什么生平 有没有 生平里面有这些 那我可以一层又一层 又一层又一层 当然你练习的时候 你不用做那么多层了 你也许大概就针对什么 他的生平 他的作品 他的风格 风格可以不要了 然后呢 评价地位 OK 影响 还有甚至传说等等 反正你有兴趣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 做好几个超连结 甚至呢你可以 我们这边做的是 把这个什么 Netbar跟Listview做一样的 但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 Netbar可以做最重要的 那Listview的话做次要的 没有没有 然后点击进去的话 就可以连到下一页 点击连到下一页 甚至呢你点击下去 还可以再连下一层下一层 他其实还可以再往下连结的 不是说只能连一层 那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做 也许我们 待会也许就拿那个李白这个App 李白这个假设 你不见得一定是李白 你可以拿别人都没关系 比如你喜欢杜甫 那你也可以找个杜甫 找个舒适 找个星期集等等的 把文学家的那个相关生平做个App 好了 其实方便的地方 以后你要看就非常方便 画面呢 现在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上个礼拜的影片 也有放在那个我们的Porto上面 所以如果细节部分呢 假如 还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 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特别注意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很容易做错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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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